勾剑在吴国苦苦煎熬 当了三年奴隶 终于等到夫差发话 要放他回国 可他竟然想也不想就激烈反对 他要留在这里伺候吴王 打死也不回去 勾剑 这个是你们唯一的一次机会 不不 勾剑绝不回去 绝不回去 无论夫差怎么劝 勾剑都一口咬定 就算死也得死在吴国土地上 他明白 夫差根本不会放自己回国 这只是他的试探 一旦拒绝的不够坚决 多疑的夫差就将疑心大起 若他答应回国 寡人会当场把他们全杀 一切都在勾剑的预料之中 夫差也没了办法 当即扬声通知周围的越国臣子 不是他不放人 是勾剑自己不想走 勾剑 在 那你就死在这 乱在这 看着勾剑阿语谄媚的样子 臣子们个个心痛不已 他们以为大王是真的沦陷了 越国再没希望复兴 复国的希望垮塌 有人忍不住心中绝望 当场从高处跳下自尽 即使这样勾剑还是无动于衷 当着一众无国护卫 他根本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情绪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能和王后雅瑜说一说真心话 既然短时间内还是回不去 雅瑜希望申请一个好一些的住所 他今天注意到 臣子们对大王已经极为失望 更加危险的是 有些人还面露杀意 住在简陋的茅草房里实在太危险 两人正说着 外面突然传来脚步声 竟然真的有人摸了进来 沟建被自己的臣子刺伤 生死未卜 吴国也因此陷入了被动 各个小国都在密切关注沟建的遭遇 说是被臣子所赐 谁知道背后会不会是吴国在搞鬼 为了表示自己无心加害勾建 夫差只能妥协 寡人宣布将富有其责的思议官处斩 并释放勾建 及其臣子回国 没想到勾建这次因祸得福 竟然真的能回国了